虽然这几天气温骤干 但美女们都一样不会论识自己的好身材 好像这一天一个活动上 陈凯琳就露肩露腿 而慧斯雅也来过大露背 两位美女拍在一起 真是相当吸睁 近年积极经营社交平台的Grace 不时都会拍片分享 现在还越拍越Pro 看得出她真的很用心 做好KOL这个角色 你是否用了很多时间 其实每一条片 我都尽量给多点心机去做得好一点 因为相信现在观众也有很多选择 我希望我自己拍出来的时候 那些人都想看完又看 现在很多时候自己由构思到拍 是不是都自己一手包办的 是啊 是啊 所以都挺有趣的 好像发觉了自己另一个兴趣 就是喜欢做一些creative的东西 可能因为我身边有小朋友 所以经常都要想一些不同创意的 给他们玩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给这个妈妈 是的 是的 那小朋友呢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一些演艺天分 有朋友看到你拍片会不会有日子上玩 会的 会的 尤其是我大儿子 她很有表演欲的 她其实跟我一样都是表情很多的 还有她看到我拍摄的时候 她有时都叫我返回攝影 她可以看到自己 她都想看自己的表情 各方面是怎么做的 虽然Grace的工作排山倒海 但是说到来着的圣诞节 她就说打算多忙都要暂时放下工作 陪姐仔好好享受亲子乐 有 但是我们现在倾向可能会去一些热带的地方 因为天气一冻的时候就怕冻 但是到时才算 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他们再出旅程 我的小朋友就喜欢户外玩多一点 虽然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电子的东西 但我就发觉其实小朋友 你多给他们的时间 你和他们一起出去玩 陪伴多一点 其实他们反而更开心 至于斯雅一样忙到连未婚夫都没有时间见 因为最近忙于宣传新戏的她 经常游飞机河 就连未来生日 她都说未必有时间庆祝 今年对我来说 我很想可以跟家人吃饭的生日 因为今年是我最后一年 是做为小姐的生日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很大 但是真的没有时间 每天做事做到很晚 所以真的 这种反而我觉得 有点对不起爸爸妈妈 忙到这样 难怪斯雅说她的婚事 都没有时间专注去筹备 所以她都说自己最近都有点焦虑 每次一想起婚礼的事 我的头就痛了 就很担心 但是她是不是帮你 都安排了很多 她安排了一点点 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算了 昨天我们才谈了这个问题 她就安慰了我一句 她说算都桥头自然直 我说哇 你这个好厉害啊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怎么 都对了 其实去到那个时刻 应该就会 是不是啊 所以我现在整天周围 每次访问都说定 跟那些宾客说定 到时有什么招呼不周 就多多包涵 说定先 在那时 在那时 那 我 我